好 慢走 哇 又想上哪去啊 我去前面看看 有没有傀儂帮的人干坏事 人家肚子饿了吗 我就吃一个 吃一个 你不是半个时间前才吃过 人家正长身体 肯定要多吃一点 接下来要去哪儿 先去药材店看看 若是运气好 说不定能弄到我们需要的药材 顺便打听一下菩提话题贤的消息 对了 下次再遇见傀儂帮那帮人 尽管出手便是 在这黑教鱼中 没人会指责你什么 青蓝草 凤火灵魂 难怪这黑教鱼 能吸引来这么多外界职员 光是这些药材 随便拿一样 都是外界药铺的镇铺之宝 哪像此处 居然随意摆着出手 三位客人需要什么药材 不知贵店可有这八位药材 先生是炼药师 先生莫怪 老夫是一名炼药师 看这些药材排列 略感熟悉而已 当初写这单子时 下意识地按药材来排列 没想到 这位老者竟如此信心 钱五种 我们钱药方的确有 不过价格极其昂贵 加起来 怕得要两百万金币左右 有就好 金币不是问题 但这最后三种 钱林参 磨灵谷草 玉谷果 却太过难寻了 那你便帮我将前五位药材取来 最后三种 我再去其他地方寻一寻 先生 您是否很需要这三位药材 听先生的口气 你有法子 我只说了这三位药材难寻 却并未说是我签药方美药 只不过这种级别的珍稀药材 一般不会拿来出售 既然你这么说 那开出你的条件吧 先生是个爽快人 我便与您直说了吧 这三位药材 正巧我们钱药方有 钱林参 磨灵谷草 玉谷果 可算是品质最高的药材 必须得拿出五品丹药 才能换取 五品丹药 好 好 没问题 我用五品丹药 换取这三位药材 慢着 这三位药材我要了 颜掌柜老夫此次专为珍稀药材而来 想必你们签药方 不会让老夫失望吗 这 齐老能光顾碧殿 真是让碧殿蓬壁生辉 齐老您看中什么药材 您尽管说 只是按方中规矩 有多人看中药材 那就采取竞价的方式 谁拿出的丹药品质更高 谁胜 这位朋友 老夫齐山 正需要千灵参 磨灵谷草 玉谷果炼制丹药 还请朋友能够割爱 可真是巧了 别人要什么 赵老托也要什么 你是跟壁虫吗 对对对对对对 哼 抱歉了 这三位药材我也正好需要 不能割爱 现在的年轻人 真是不懂规矩啊 这位先生 为了药材而得罪一名 黑皇宗的首席令药师 不值啊 这三位药材对我很重要 今日不管是谁 我都不会让 哼 阁下也未免太心急了吧 小子 在黑角玉行事 最好懂得收敛 否则 对你可没什么好处 多谢提醒 不过在下说过 这些药材 今日绝不会出扰 二位 小殿可不太适合动手 不如就让丹药的品质 来决定这些药材的去处吧 哼 也好 那老夫便让你心服口服 斗灵丹 无品丹药 至于其效果 想必诸位都知道 嗯 的确是斗灵丹 我还没有拿出丹药 阁下 阁下何必如此着急 巧了 我的也是斗灵丹 这橙色 这丹气 这斗灵丹品质之高 乃老夫手剑 不可能 这小子怎么可能拿得出斗灵丹 嗯 好香啊 味道肯定不错 嗯 先生 这三味药材属于你了 嗯 多谢了 嗯 斗黄 没想到朋友 竟是一名斗黄强者 老夫眼中 方态情绪不稳 得罪之处 还请多多包涵 莫要以为你是黑黄宗首席料事 就可以为所欲为 哼 现在年轻人火气 真是越来越大 这里可是黑黄城 走着瞧 这老家伙不是心胸宽阔之人 你若是在黑黄城 没有太重要的事 还是速速离开吧 多谢提醒 我们走吧 嗯 在下有一事相问 不知两位能否相告 若是妾身知道的话 定然不会隐瞒 不知道两位可曾听说过 菩提化体贤 菩提化体贤 据老夫所知 菩提化体贤 本是菩提心所分泌出的神奇之物 服用菩提化体贤 有着脱胎换骨 改善常人体质的效果 而这菩提心 则是菩提骨术 经千万年所凝聚 若是菩提心被人服用 则可逐渐取代人体心脏 强化心脏力量 瘟养灵魂 不过菩提心乃至成佛之心 所谓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求取菩提心之人 必是违愿众生离苦得乐的人意之事 那格老可知道 这菩提树在何处 不知 但老夫知晓 那菩提化体贤的下落 小爷 空间城洞暂时关闭 我们怎么办 先休息一夜 若明日还没消息的话 再去城中心看看 快看快看 快过来瞧啊 快瞧 有点好东西啊 救命啊 救命啊 这小模拟又得了什么新作气啊 又要找到城里不得安宁了 来 给本小姐看开你的真本事 老狗不挡当 都给本小姐滚开 来我 找死不成 给本小姐滚开 啊 啊 啊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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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神像 就现在立马给本小姐磕头认 你再敢骂一句 他不杀你 我来 你 你敢打我 你这个戒热 这小魔女终于栽了跟头了 好样的 终于有人能让这女魔头吃饼了 可不是吗 照着自己罗家大小姐的身份 不知道过了多少年 罗家 小元大哥 这罗家便是空间虫洞的拥有者 罗家老祖实力 约莫在五星斗宗 前 前日 我弟兄和爷爷 将你的手指 一根一根地剁下来 星星竟如此懦斗 几位如此行径 真不将我罗家放在眼中啊 爷爷 那是他家老祖 居然亲自来了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爷爷 他们欺负村女 你可要替我做主啊 敢在天涯城对我罗家之人出事 胆子争不想我 帅哥给你们罗家 会交出这种蛮不讲理的小辈 原来这座长辈的 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啊 斗宗强者 哼 一个小小的罗家 会交出来的孙女 竟然比我还掉难 斗 斗 斗 这么个小丫头 竟然也是斗 斗 这下若是强行教授 怕是得不偿失 而且如今空间冲动 正在微修的紧急关头 好 即位 今日之事 恐怕有些误会 你们先将小药带回去 爷爷 我不走 你一定会的 帮你回去 是 爷爷 小姐 爷爷 来 来 这就是一家 这就是一家 走吧 太阳了 这心里是转来的 这位姑娘 不知道能否暂留一下 如果老夫没有猜错 几位朋友 此次到天涯城来 应该是为了空间重动吧 空间重动 这次的问题不小 需要几位斗宗 共同修复 所以 想请这位姑娘 出手相助 报仇呢 这支队伍的领头人 竟然是这洞红小子 空间重动一旦修复完成 那几位便能顺利进入 想必就不需此行了 几位 要知道这方圆千里之地 可再无第二个空间重动 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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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是这位小姐能够助我修复空间重动 老夫便赠予你们一枚七节磨合 谁呀 不知是否有七阶天独蟹龙兽的魔盒 天独蟹龙兽乃是远古异兽 极为罕见 七阶天独蟹龙兽魔盒 我着实没有 不过我罗家倒是有一枚六阶的 不知是否可行 虽说并未达到我们的要求 不过这六阶磨合 倒是也能接受 有了这六阶磨合 就相当于多了一条退路 再不计 也能作为一种保留手段 请跟我来吧 有了这位小姐相助 想必今日之内 将重动恢复